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误事于人是不可能的了 但凡懂得换位思考的道理 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那么能够解决婆媳矛盾的 唯有夫妻齐心协力共同面对了 丈夫从中调节婆媳之间的关系 儿媳呢也要掌握好与婆婆之间的界限感 朋友小丽娅今年23岁 刚刚结婚不到一年 丈夫阿祥呢比她大两岁 两个人呀是在工厂里打工认识的 小丽老家在农村 父母一直做养职业还有种地 一年的收入呀还可以 再加上小丽是最小的小女儿 所以父母呀对她一直都很疼爱 家里的哥哥姐姐也对她很宠爱 小丽一直生活的无忧无虑的 小丽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 就和这几个小姐妹一起去个城里打工 也是在工厂里面认识了阿祥 阿祥呀为人老实可靠 因为与小丽是同乡的缘故 一直对她很是照顾 小丽虽然有些任性 但是心地善良 两个人在一起久了 就互生勤诉在一起了 阿祥的老家呢也在农村 家里的情况跟小丽差不多 阿祥呀还有个妹妹 只比小丽小一岁 一直在家里陪着父母 帮父母干活 阿祥的父母呢 同样也很疼爱这个小女儿 再加上门当户对 两个人的感情呀也不错 所以相处半年之后 就决定结婚了 双方家长见了面 对两个人的婚事进行讨论 原本按照他们当地的习俗 南方在城里买房 然后彩礼十万左右 几乎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呢 阿祥的母亲呢有点偏心 她想留些钱给小女儿 所以对于儿子娶媳妇 财力的问题上 她一直不同意 给那么多 她的意思是 两个人属于自由恋爱 不需要什么彩礼 自己嫁 买个房子就可以了 可是小丽不同意呀 因为别人都有的 凭什么到我这里就没有呀 因为财礼的事情 小丽和婆婆呀 闹得很不愉快 最后还是阿祥翻了话 阿祥这些年 在外面攒了一些钱 她要求母亲再给添一些 凑齐十万彩礼给小丽 母亲最后呀 万般不情愿地掏了钱 而小丽这边呢 父母同样也赔加了十万块钱 不仅如此 因为父母宠她 所以母亲把自己的一套首饰 给了小丽 这套首饰呀 是小丽的她姥姥留下来的 一辈一辈地 穿到了母亲手里 如今母亲 又把这套首饰给了小丽 小丽看着这套精美的首饰 保存得很好 心里十分感激母亲 就这样两个人结婚啦 因为在城里买的房子 还没盖好 所以小丽和阿祥啊 暂时跟公婆住在一起 因为彩礼的问题呢 婆婆一直对小丽印象不好 受到母亲的影响 阿祥的妹妹呀 也对小丽的态度不怎么好 娘俩平时里呀 总是喝起火来挤兑小丽 小丽呢 从小娇生惯养 哪受过这样的气 于是和婆婆 还有小姑子经常吵架 阿祥呢 也曾确说过母亲和妹妹 不要为难小丽 但是呢 娘根本不听 母亲陪嫁给小丽的那套首饰呀 小丽一直小心保管 时不时拿出来擦拭一番 有一次呀 被小姑子看到了 小姑子很喜欢直接管小丽要 小丽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小姑子呢 位子还挤对了小丽一番 日子呀 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小丽与婆婆 还有小姑子之间的关系呀 还是没有得到改观 小丽就天天期盼着 城里的房子赶快盖好 自己呢 就能脱离苦海了 那一天 小丽在厨房干活 小姑子呀 在旁边择菜 小丽眼光一瞥 就看到小姑子 手上戴着一个玉镯 跟母亲送给自己那个很像 她一下子就警惕了 匆忙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看 这一看不大惊 手饰果然都不见了 只剩下一个空盒 小丽愤怒极了 她跑出屋子找出小姑子 拽着她的手指问 这套手是你怎么偷来的 小姑子一看被发现了 立马甩开小丽政变的 什么偷的 这是我妈给我的 婆婆刚好文讯而来 看到两个人争执 于是拉开小丽宣指道 你喊什么喊 这手是我女儿喜欢 你用不带 我就送给她了 小丽一听 气得差点吐鞋吼道 这是我的东西 你凭什么送人 你上我那里偷来的 你还要不要脸 婆婆脸色也变了 对着小丽吼道 你嫁给我儿子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家的 你个没大没小的婆婆 还敢骂我 小丽与婆婆吵了起来 小姑子在旁边也骂小丽 小丽被气得直哭 小丽回屋后 立马给家里打电话 哭着把事情说给了父母 父母呢 叫她别着急 明天 他们就去讨说法 到了明天 小丽的父母带着子女亲戚 一帮人来到了阿湘家里 一进门 小丽的母亲就吼道 偷东西的 你给我出来 阿湘一看到这样的真实也是慌了 小丽母亲对着婆婆说道 我今天念你是我的亲家 我不对你动手 结婚这么久 你一个坐老人的天天刁难我女儿 你还要不要脸 我给我女儿的首饰你也敢偷 赶紧把首饰给我交出来 阿湘呢 在一旁不停地说好话 叫母亲赶紧把首饰交出来 小姑子不情愿地把首饰拿了出来 小丽母亲拿着首饰 对着阿湘一家说道 这个女儿是我的心肩肉 我平日在家里都宠着她 嫁到你们家里面竟然欺负她 今天我就说一句话 阿湘你给我听着 要么你和我女儿离婚 要么就赶紧搬出你这个家 家人的撑腰让小丽扬眉吐气 阿湘也表示尽快搬出去住 婆婆和小姑子被小丽一家的人给吓到了 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婆媳之间的相处还是需要一定的界限感 界限感就是要婆媳之间相互尊重 相互理解 保持一碗汤的距离 而我认为 结婚后女人最好还是不要和婆婆居住在一起 因为相处的时间久了 难免会产生矛盾 婆媳关系记住一句话 远香尽臭 保持距离 方能皆大欢喜 好啦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经历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